大家好,我是每天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好帅好帅的咸语老师 在上期节目中,我谈的是曹操的法家话题 批驳了某些人加给曹操的法家代表 尊法废儒、尊法治、反人治这些标签 我阐明的是历史上的曹操以法儒并用的手段之国 证明曹操是个古代帝王 他的政治行为并没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某些人解读出曹操支持法治、反对人治 本质上是在说当代史 古代社会的法治和现代社会的法治根本是娘马式 预设一个现代政治正确的立场 去选择性解读史料 目的是为立场服务 曲解古人也是一种历史虚无论 而我做的事是还原历史人物真实的面貌 今天接着说曹操的寒门标签 这个话题也同样是拜陈英克所赐 先说说燕焕子弟 陈英克还说曹操是燕焕 这是出自陈林的讨曹席文 文中痛骂曹操是罪燕遗仇 如果说曹操是宦官之后 这没问题 毕竟祖父曹腾确实是宦官 但是若说曹操能代表宦官集团 这就扯远了 中平六年 在洛阳正面中 袁绍等人把宦官屠杀殆尽 在后来乱世中 曹操去哪里代表宦官 若往前说吧 那么曹操自入室以来 多次和宦官作对 这是铁板定睛的事 曹操在朝廷之中 素素干五 孔为家货 都学会了闭嘴 装病 乃至迎居闭祸 他和张让 赵忠 这些宦官没有交往 交往的都是 乔玄 蔡庸 蔡庸 袁绍 张淼 这些民事 在后世孙盛一桶杂鱼里 有个曹操尝试去刺杀 张让的段子 可见未经以来 曹操与贪腐的宦官集团不对付 这是常识 那么有人说 曹操的父亲曹松 确实是宦官子弟 而且还贪污 曹操有这么个父亲 所以他就是宦官集团的一员 Oh no 曹操决心反懂之时 曹松都不汪他 带了家产去徐州避难 他们父子在政治道路上决裂 这也是常识吧 汝南元氏中也有中常氏元社 有人说元少和元树 也是宦官集团的一员吗 陈英克还把曹操尉帝国定位成 燕焕政权 这也是荒谬的 曹操继位后就仿佛否定了 宦官参政的合法性 严康元年 曹操重设由世人担任的 陕齐常氏 取代由宦官担任的中常氏 并且严禁宦官出任高官 同时曹操表彰东汉24贤 其中有对抗宦官而遇害的 陈帆陈囚 而阿富宦官的胡广 段总都被排除在外 群臣劝曹操秉帝的 上尊号奏中也提到 汉政在燕焕 陆续帝是七世矣 曹魏政权显然坚决抵视宦官 而自聚为清流士大夫的继承者 说起寒门 很多人已经夺古 以为寒门是指广大的社会下层 于是以为曹操是寒门 更是代表了广大社会下层利益的 这是瞎扯 在现代 我国宪法确认 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在古代 读书人少之又少 是处于金字塔尖的少数人 曹操作为一个读书人 他只能代表社会上层的少数人利益 寒门也是古代处于社会上层的读书人 古代读书人能够享受政府福利 可以不用做工 就拿到生活补贴 仕途也是畅通的 因为官府真必福利 肯定也是从读书人里挑选啊 文盲是没有机会做官的 永远处于社会下层 在读书人中 又有极少数人处于更高一层 因为他们有家学传承 掌握一本入学典籍的解读并垄断教授 就根本不愁生计 自然会有各地来求学的人上门 交学费来学习 门生群体的扩大 又会形成一个关系网络 这样的家族群体就是士族高门了 这样的家族试图更是通达 比如大家耳术能详的 43公之汝南元氏 什么是寒门 寒门就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上 缺少上层通道的读书人群体 寒门不等于穷 有些人看到寒字 就会联想到贫寒 以为寒门就是穷人 这也是不对的 汉木的庸州刺史张继 他就是出身寒门 可是他家里有钱啊 寒门给他带来的影响就是 他早先只能在郡府做小例 因为没有上层社会关系 在仕途上拉他一把 他就经常买一些文具 背在身边 看哪位高官缺少文具 他就送上去巴结 他就是这样的 拉关系才获得升迁机会的 有钱当然也有好处啊 福丰人孟陀也是有钱 认识不了中常是张让 就砸钱结交张让家的管家 在张让管家的运作下 孟陀才得以见到张让 献上西域葡萄酒 孟陀后来做上梁州刺史 这两个例子就是有钱的 寒门做官的例子 那没钱的寒门怎么办 一般来说就是凉拌 偶尔有一些有天分 靠着坚持的人成功 都是个例子 曹操算个什么门 有人动则拿四十三宫的 汝南元氏来比 说元氏才是权贵 曹氏不配提携 看一下曹家人做官的记录吧 曹氏自然比不过元氏 但到汉林帝时 两个家族的勋贵 已然同朝为官了 再看曹操曹淳 袁绍 袁绍 袁树 都是二十岁左右入朝为官 这足够证明曹 袁 都是东汉帝国的权贵家族 无非声望高低 人脉范围有所差距罢了 指着一个从小跟朝廷高官 权贵子弟 天下民事交往的读书人 说他是寒门代表 谁姓 乔璇曾经夸曹操说 无见天下民事多已 未有弱君者也 曹操在乔璇这个眼界里 都是天下民事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位属吹捧 至少曹操是个 有社会地位的读书人 这是没问题的 曹操能和乔大爷 坐对望宁交 而且两人还不是同乡 真实原因是 曹操的父亲曹宗 与乔璇同朝为官 还有两个史料可以说说 曹操在《让宪明之令》里 提到自己 非延续致命之事 这是曹操自谦说辞 他立志做好官来建立民语 这是年轻人很正常的想法 续汉志 说曹操由术士起 这个称伪故事 是说死人复活 意味着至阴为阳 下人为上 所以曹操由术士起 那曹操到底是不是 下人和术士呢 他从小认识了多少权贵 试图起步都不用在地方认知 这是事实 是寒门子弟所没有的人生经历 说了这么多 有人觉得我在绕圈子 没有说清楚曹操是个什么门 那就先做个小集 首先 曹操的祖父曹腾 确实出身微寒 因为陪太子读书这层关系 才挤身官场 若说曹腾是出身寒门 当然是说的过去 但是曹腾 深受汉顺底刘宝的信任 其家族鸡犬升天 对于家族晚辈来说 特别是到曹操这第三代人 若说他们还是出身微寒 那就说不过去了 一个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得到提升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常见 所以曹操出身时 家族已经是朝经权贵 肯定与缺乏仕途通道的寒门无缘了 最后一层逻辑 有人说曹操执政时 杀了很多士族子弟 又提倡违才士举 所以他代表了寒门 确实 曹操在建立魏国前后 杀了一些人 那些都是对自己政权有阻碍 或者是有隐患的人 曹操杀人是不看对象出身的 非要挑几个出身好的来证明 曹操在选择杀士族 我觉得这是选择性士民 最常被拎出来分析的有 孔荣 崔雁 寻遇三人 那许优 楼规 刘勋 也被曹操诛杀了 他们也没有先被做官的记载 怎么没人以此认定 曹操在打压寒门呢 魏国初见时 出身公祖士族的不法其人 何奎 王灿 袁焕 是公祖子弟 忠遇 寻遇 杜喜 出身士族 对了 寻幽也是隐穿寻士的人物 其家族在魏晋时期 兴盛不率 曹操打压 士族一说 难以成立 有人非要抬杠 说汝南元氏 没人示威 这不是废话吗 袁绍元树 都是乱世的失败者 袁绍的子嗣 都被曹操杀光了 还有一些袁氏族人 名气不高 曹操没必要去巴结吧 曹操登记后 还想请红农杨氏的杨彪入朝 杨彪是拒绝了的 曹操为财事举 有 曹操任人唯亲 也有 曹操用士族高门 做官场门面 有 曹操提拔寒门子弟 唯以重任 也有 曹操代表不了寒门 但他是世人 始终代表了社会上层的利益 曹操无法去代表 士大夫以下的平民阶层 毕竟他自己都说 愿与贤士大夫共享其劳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能明白 曹操是古人 他无法超脱自己所处的时代 去实践现代人的政治理念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期节目 我会开始说说 关于刘备的话题 想学点三国水知识的朋友 不关注一下我吗 我会开始订阅 我会开始订阅 我会开始订阅